主席好,有請廖院長 有請廖院長 高委員長 院長長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院長來談一下 我們的就是目前中研院正在研發的快篩試劑的部分 那在這邊的話先跟院長討論一下說 我們在台灣做這個廣泛篩檢跟快篩的部分 那他的需求跟他的目標是什麼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美國跟中國其實都已經開始去走向廣泛篩檢 那這部分的話呢其實美國跟中國他們都有一個很大的訴求 就是希望我們的社會跟經濟的活動都能夠儘快能夠回復我們的日常生活的步調 而不要說好像因為疫情的關係 不管是從隔離或者是從我們民眾擔心害怕出門的這個角度 至少說能夠透過廣泛篩檢能夠快速的把這些應該要隔離的民眾 或者是有確診的部分能夠抓出來之後 我們能夠盡快提供給他們相對應的治療 讓社區回復到正常 所以呢在這部分我們也看到其實台大的這個李建章教授和副教授 他其實在前一陣子已經有開過記者會有告訴大家說 其實政府現在終結疫情的四大招式裡面 疫苗抗病毒藥群體免疫跟廣泛隔離 那我今天想要救教院長是說其實廣篩隔離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台灣防疫的一個優先的選項 廣篩的意思就是早點辨認出會傳染的人把它隔離起來 所以對於中研院目前在進行的快篩 本期認為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關鍵在台灣需要盡快研發的技術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在我們的Nature期刊 其實在4月1號的時候有發表 發表說呢其實新冠肺炎的病毒他在症狀不明顯幾乎沒有症狀的發病前五天呢 他的病毒量跟傳染力是達到了最高峰 那接下來就慢慢的往下衰減 所以在這裡呢我們其實如果搭配上剛剛我們前面台大公衛的這樣的專業所提到的 廣篩隔離的目標就是要能夠盡早的把我們有傳染力有病毒量的這個民眾把它揪出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來講的話其實這裡有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目前呢我們中研院所開發的這個快篩試劑呢其實跟這個意大利跟德國這個快篩試劑 應該是類似是使用抗體跟抗原的方式去做這個篩檢 但是呢這樣子的方式其實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他們可能需要等到我們的這個抗體跟抗原呢人體出現的時候可能是感染後14天才能夠檢測到抗原 21天才能夠檢測到抗體那這個部分您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這些德國跟義大利他們都已經做了一些數據比較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看到Nature期刊講到的是人在感染的這個5天的這個時候病毒量是最高峰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中研院所開發的這種抗體抗原為基礎的這個試劑 其實它可能是要到11天以後它的這個準確率跟敏感度才能達到最高 那這個部分不知道院長對於你們的快篩試劑在這個階段用這樣子的做法去做廣篩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高委員提到非常好的問題 首先我要澄清一下我們的檢測包括這些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我們仍然有跟別人完全不一樣的檢測 這些是檢測已經感染人身上產生的抗體 我們的另外一個檢測我們有這方面沒錯 我們另外一個檢測是要檢測喉嚨檢體裡面的病毒的抗原 兩個都是由抗體跟抗原的結合但是一個是測抗體一個是測抗原 測抗原的結果就跟現在用的RT-PCR測RNA的結果應該是比較類似 但是基本上抗原它的做法其實還是會有一個時間差 就是它沒有像PCR這樣 它的抗原是病毒的抗原不是我們血清裡面產生出來的 它不會有時間差 就是你今天感染到每一個病毒它就帶有外面有抗原裡面有RNA 所以別人是測RNA我們測外面的抗原 然後那些血清檢測是把這些病毒的抗原合成或是分離之後 用來檢測人體裡面有沒有產生抗體來對抗它 所以兩個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兩個都很重要但是兩個可以互 所以您的意思說像德國跟義大利目前的這個包含像血清或者是這個快塞德國的這種抗體的部分 其實跟中研院目前的使用抗原的方式 那抗體是一樣的嗎?因為你們有兩種 我們有兩種對這種我們也正在做 好那 對 那請教一下因為這個是我們中研院給我們的這個就是FB 我常常也會看中研院的粉專 粉專上面常會有一些小知識 所以在這部分如果看到這樣的話其實中研院的這個抗原檢測在這個地方的這個快塞關鍵試劑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說 其實在核酸檢測剛剛您提到RTPCR的部分呢 其實美國的亞培IDNOW的這一台機器我相信院長可能也大概知道 他其實只要5到13分鐘他就可以運用等溫核酸的擴增技術 然後來達到這個快塞的效果 那不知道說院長您看到就是包含像亞培 其實公研院現在也類似在開發這種所謂的一樣是用PCR的技術 可是他也是手持式快塞 那您中研院的技術跟這樣子的技術你們的優勢在哪邊呢 那我想這都是相輔相成的技術 我們的技術最主要是不需要有這些特殊的儀器設備 也不需要有特殊的人員來訓練 假如說一切都照我們的預期的話 他的這個靈敏度準確度安全性都被認可之後 我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這個所謂的point of care 就是在臨床上甚至在診所上面就可以應用 但是第一步仍然是需要在合格的檢驗室裡面做 將來就有可能變成說在診所裡面做 居然你到一個診所你測看看 你有沒有得到流行性感冒 像類似這樣的做法 但是第一步仍然 point of care的話其實如果說是能夠做到像這樣一體成型 其實我們在講的就是說這個裝置的便利性 讓民眾可能在社區或者在診所 甚至像現在就是美國他們的做法是希望能夠在大賣場 或者是在藥局就可以讓民眾去採用這樣的15分鐘內的篩檢 我們不需要完全不需要任何儀器 就是像一個柿子有點像驗運棒那樣子你可以去 對就是類似像這一種類型的 對這種類型只是它也是15分鐘內可以做出來 對對對但側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是因為我們我們是想說就是當然如果說能夠有這樣子的快篩 其實台灣的目前的一些經濟跟社會活動其實可以第一個可以至少盡快的回復到正常 因為隔離14天這件事情其實對社會成本也非常的高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現在看到包含像敦目艦隊 境外移路的問題其實還是持續的風險還是存在 所以如果說能夠有像這樣子的快篩 不管是說中研院的這樣子也抗原的快篩 或者是像這種工研院跟培這類型的 它是屬於這種一個一體成型的裝置 可以快速的在現場就直接對所有境外移路的先去做一次的篩檢 那這樣的話可以降低我們在台灣社會民眾 可能因為境外移路而造成社區感染的風險 所以在這部分是真的非常希望中研院可以儘快的 把這樣的快篩技術做商品化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包含臨床實驗 還有我們的驗證流程 我不知道說中研院目前在這個快篩的進度上面 中研院的快篩 臨床實驗是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驗證的流程還需要多久才可以相比化 這部分我們持續在跟這個衛福部的這個食藥署在聯繫溝通 那真正的認證需要由廠商來申請 因為衛福部認證的是這個產品 中研院不是做這個產品 所以中研院是幫忙廠商跟衛福部溝通 看需要哪一些的實驗 有些實驗是這個廠商沒有辦法在業界裡面做的 我們中研院就提供這樣的協助 因為您提到廠商 其實右邊這個新聞是昨天晚上6點半的時候出來的新聞 其實台灣的這個安泰台康還有保齡附警 這三家聯盟他們做出來這個 所謂的也是跟您的快篩試劑類似的技術跟產品 那目前也已經送到衛福部去做核准 那不知道說這樣子的技術其實看起來 安泰台康跟保齡附警 我看了一下他們的技術說明 應該是跟中研院比較類似就是屬於在這個部分 那不知道中研院這邊跟他們的相照起來 您的速度是不是真的如這個新聞所講的 是有點落後 還是說您的優勢其實是跟他們的技術不太一樣的部分 這個新聞我不太瞭解 我不太瞭解他們在做什麼 沒有辦法這個班長 那請院長就是回去瞭解一下 因為今天看到這新聞他的標題就直接下說 快篩中研院的快篩國家都有速度不如民間 那我相信如果中研院就如剛剛講的 我們有很多的一些技術優勢 而且持續在努力 那希望能夠就這樣子的一個民間所開發的聯盟的技術 也能夠去做一些不管是我們的民間的合作 或者是對我們的民眾去做一些宣導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好的一個方向 請院長再想想思考一下這個部分 好謝謝 謝謝高華安委員的質詢 謝謝廖院長的回應 但就我了解 我們有非常多的研究開發出來之後 食藥署必須要經過藥事法的規定 才能夠上市好嗎 所以可能廖院長要緊催促一下 加速加速 好謝謝